鼓起眼对着立脚尖的腿 身体都要侧面给到正前方 好,第一步 转身 好,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 就是在于我们转身上面 转身怎么转啊 正常情况下 同学都会转身这个情况 就是直接踩脚 然后前面的主力腿不主动转 我们必须先转动我们的主力腿 而且转的时候一定要转脚爪 我穿这个软底鞋应该看得很清楚 要穿脚爪 而且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的脚后跟是有一点点抬起来的 如果不抬脚后跟的话 你可能就是这样转起来会很累 很多小朋友他会觉得转不动 所以说力是放在你的脚尖跟脚爪上面 我们转的时候也是用脚爪转 然后这个脚后跟其实有微微的抬起来 但是肉眼是不可见的 然后转身 经过脚边 对,一定要有一个经过脚边的动作 再到后退 然后前进 前进的时候有两种条件 一种是你的脚尖可以往前延伸一点 再到前进位置 还有一种就是你直接可以上中心 这两种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看个人的喜好 好,然后上中心 上中心之后 我们又要经过一个 转身 然后一样的 也是靠我们的脚掌来 转到脚掌 然后脚后跟也稍微立起来一点 而且拉丁本来就是穿高跟鞋的 其实他本来就是在脚掌上面的力 只不过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可能先不穿高跟鞋 好,然后靠我们的脚掌的力 转过来 也是要有一个经过脚边的动作 好,再来一点 靠我们的脚掌转 脚掌转 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在转的时候 有人为什么转不快 是因为他肩膀 肩膀有一个推动力 我们转身的时候 脚掌转的同时 我的肩膀有带走 上层的速度 然后接着头 头前面忘记说的 头还有留头甩头 所以我的身体先走 脚先走 头最后一下子转到正面 然后再推中心 好,再来 5,6,7,走 2,3,4 好,再拆解一下 拆解一下 然后我数 N,2,3,N,4 我把那个 手脚经过脚边转身 念一下 手脚 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做身体的话 一般 N是用在做身体上面 但是我现在 现在要在转身上面 好,来1,5,6,7 N N的时候转身 然后脚后跟贴住 经过脚边这个动作 好,再两面 N的 再统接一下 脚掌转 丢头甩头 收脚 经过 收脚也可以叫做经过脚边 来1,2,3,N,4,1 1,N,2,3,N,4,1 然后连起来 我就不加N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转身 是从脚上开始转 然后上半身 肩胸比较紧 让我往前推一点 5,6,7,走 2,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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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我的动作里面